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屏的效果怎么样 大家好 我是老蒋 刚刚我们师傅做茶房的时候 选出了一批料 这是一批树瘤 师傅说做不了了 可能我们现在这样看起来感觉还可以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一下 里面是空的 这个也是空的 可能我们以往看的这种树瘤的茶盘觉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有一点点瑕疵都不能接受 其实真正的树瘤的常态 这种才是树瘤的常态 基本上10个树瘤有9个都是空的 只有一个能做茶盘 那可能有的网友又要问了 像这么多的树瘤都做不了茶盘 那我们剩下的东西能做什么 其实我们逢年过节 工厂聚餐 用来做柴火饭的话也还是不错的 那可能网友的网友 那没有过年没过年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还可以送网友嘛 那可能有的人又会说了 如果送给人都不要怎么办 那这种情况我们只能用来做摆件了 来我们过来看一下 做摆件我们首先是要 想象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料 像这个料的话 有没有感觉像一艘船 一帆风顺的感觉 然后这边有一个 看一下 应该把这里切掉的话可以做一个花瓶 一个天然的花瓶 这一个把它 这个茶壶应该没问题 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像不像一个中国地图 有点像 有点像 等一下我们叫师傅把它 稍微修一下 坐出来看一下 现在把这张纸给拿出来 给你拿出来的 我还能做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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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优优独播剧場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花瓶的效果怎么样啊 近距离来看一下吧 像我们这样一个树柳如果不空的话可以做两个茶吧那随便可以卖个2000来块钱 现在做成这种摆件估计也就只能换一顿宵夜了 但是比起那些当柴火烧到的料已经是幸运的多的多了 用老人的话说那也是男人比女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麻烦给老江点赞收藏加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